第零四期六章 绝带双胶 魔女大笑 前仰后合 花枝乱颤 高耸的胸部露出小半边雪白与浑园 闪动晶莹光泽 获人心神 乌黑发丝披散在洁白景象间 灵谋内点点光辉绽放 娇艳的容颜上写满了开心 修长躯体摆动 鸟鸟挪挪 围绕着月蝉看都不停 她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清澄风情 赏心悦目 让人神弛一动 对其空灵与妩媚集合起来的气质 深感惊异与沉迷 月蝉仙子同样的出色 号称人间真正的角色 兵姬玉骨 一群飘舞 有一种绝世的灵动 黑宝石的眸子 雪白晶莹的机体 美丽无瑕的面孔 宛若折仙凌晨 她在戒备 对于此时出现的魔女 深感麻烦 有一种迥异 十分头疼 事实上 作为最大的对手 她此刻最不愿意见到的 就是魔女 身为俘虏 成为一个男子的阶下球 结果却被竞争对手见到 没有比这更难堪的事了 兮兮 魔女十分不自觉 笑个不停 从来没有这么畅快过 她迫切而来 就是想见到这种场面 哎呀呀 姐姐 你的小蛮腰盈盈一卧忧 似乎越来诱人了 魔女一直在动手 不肯放过这种调戏的机会 月蝉仙子躲避 奈何修为被封 无论如何 也快不过魔女 她翘脸通红 与其平日高洁空明的气质 十分不服 魔女 请你自重 姐姐 你何须这么严肃 好久不见 妹妹甚是想念 跟你热情打招呼都不行吗 魔女十分开心 美眸中闪动一彩 呀 姐姐的胸部 倒是越发饱满了 这难道就是婚后后遗症 不过这是好的变化 她笑起来 牙齿雪白 发丝晶莹 眼神异样 伸出仙手就摸了一把 这一次 月蝉仙子惊叫 她再怎么镇定 再如何超凡绝俗 毕竟还是一个少女 被对手这样调戏 深感吃不消 此时 月蝉仙子俏脸满是红韵 警告魔女不要乱来 结果招致更为让人心神荡漾的调戏 啪的一声 魔女在她的翘臀上拍了一巴掌 响声清脆 这实在让月蝉尴尬 满脸羞红 因为不远处还有一个男子 这种响声 还有风臀上的那只可恨的手 让她无地自容 她作为补天骄的圣洁仙子 何曾经历过这些 这可真是有点颠覆 让一向超然 傲视巴欲的她 道心不稳 难以自意 横向与魔女决战 激战三天三夜 十号在旁看着 眼神有点飘忽 异样而复杂 最后笑了起来 这还真是赏心悦目啊 看着两个绝代利人如此 她生出一些少儿不移的联想 嘴角忍不住露出笑容 在旁心上却没有说什么 咦 不对啊 姐姐 你怎么不像嫁人的样子 忽然 魔女这样说道 她当然早已洞悉 此时只不过是故意提及 小时 你怎么放任这样一位仙子 在身边 视若无睹 真是太残忍了 魔女看向十号 一笑间明媚动人 十分美艳与灿烂 这不是在等你吗 我的后宫大门 一直为你敞开 你不来 谁也无法做皇后 十号黑黑地笑道 哎 可惜了 我早有喜欢的人了 这个位置 就不用给我留了 我觉得月蝉真不错 你怎么如此残忍 整日让她独守空归 要知道 仙子寂寞后 弄一出问题哦 这果然是一个魔女 百无禁忌 什么都敢说 十号还好 也在调戏她 而月蝉仙子 就十分被动了 毕竟身为俘虏 说什么 都改变不了事实 要不你也留下吧 就别走了 从此之后 生于后宫 长于后宫 我们共长生逍遥 十号说道 终于 魔女变色 心中有点发虚 她可是知道 五大尊者都折损在此地 十号真要打算困她 将十分麻烦 你不能这么狠心 我身上只有一枚破戒神符 如果在这里浪费掉 岂不是让补天教等拍手称快 她这般说道 破戒神符 一听就是好东西啊 能与你交换吗 我给你三种神料如何 十号心中一动 魔女怎么敢交易 若是失去破戒神符 她还真怕十号一咬牙 将她也给困住 便是神料再多也不行 连人都走不了 她点出破戒神符 就是再提醒 也算是 让彼此能够相安无恙 见她摇头 十号无比遗憾 啊 真让我伤心 你一点也不信任我啊 一番试探后 两人进入正题 谈及荒域乱世 她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 最起码对十号来说是如此 洁天教同为不朽的传承 并非没有出手 只是未曾来十国而已 而今 火国 木国 金狼谷国 海域中的最强谷国 都已大乱 彻底分裂 背后 皆有域外大叫的影子 十号看着她的眼神 有些变化 洁天教也是为上界大人物服务吗 这让她的观感不是很好 纵与上界有关 也是与补天教等敌对 教义不同 道统相争 我教所为 不过是为了针对他们 不是要对付下界生灵 魔女坦然相告 上界博弈 大人物间矛盾复杂 就如那补天教与洁天教 绝对是针锋相对 难以融合 走不到一起去 总的来说 我教是专门为对抗他们而下界的 魔女告知 这让十号神色好了一些 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又多了一个大敌 现在情况十分复杂 而若是有个盟友倒不错 当然 他也不可能全信魔女的话 他古灵精怪 很难确定所说是真是假 而今 荒域几大古国 也唯有十国还算统一 被十号所掌控 其他几国皆陷入分裂中 火国皇都怎么回事 十号很担心火灵 也想知道 火皇究竟是否借助天人族的传送阵 而进入了上界 没看出来 你倒是个多情种子 有月蝉这样 我见游怜的大美女在眼前 还想着他人 魔女取笑 倒也没有隐瞒 如实告知 那里封印了一处上古战场 孕育有了不得的东西 在大劫时 竟然直接跟上界对轰 震撼了个大叫 什么 敢跟上界对轰 十号震撼 可能与至尊神藏有关 亦可能 为至尊殿堂就地 魔女说道 十号心头一动 对于至尊神藏 他心情复杂 也不知道听说过多少次了 依照柳神判断 那可能是一个杀局 怎么现在又听到了 这次是在火国都城下 而且似乎为真 不然何以能有如此霸力 跟上界对轰 你的小情人可能顿走了 离开了这一届 那火国皇都 一会都不成样子 火灵儿告知 你说 至尊神藏 可能与至尊殿堂有关 在同一地 十号问道 关于至尊殿 他清楚地记得 历代只有一个传人 必然会成为至尊 而且是狱外的一个神秘古教 怎么可能进荒狱 据推测 两者间可能关系紧密 源自同一地 都会移动 不固定一狱内 魔女透露出这样的秘密 十号详细向他了解 意外得知 就在两日前 有人亲眼看到 一只大爪子 在十国皇都外的废墟中探出 击溃了云朵 听他这样描述 十号心中一震 那很可能是他在 十村外的大荒中 看到的可怕巨兽 也是柳神所说的 杀局中的巨龟 他心中犯嘀咕 难道真假至尊神藏 凑到一起去了 这样说来 有人要发动了不成 真真假假 才具有欺骗性 要杀上这些大人物 天地轮转 杀局要开启了 十号隐约间觉得 荒狱将要真正地出现大事件了 惊变要起 我来找你 是想邀请你共进至尊殿堂 也许能得到无上传承哦 魔女笑嘻嘻 十号直接摇头 若猜测为真 那里别说是他 就是诸神进去 估计都填不满那个窟窿 我想等一等 过段时间再做决定 咦 跟我计划的一样 难道你知道了什么 魔女诧异 似觉察到泄露了什么 奄然一笑 风情万种 十号心头俱跳 这魔女也了解隐情不成 这是在试探吗 可是他又怎知 除非他身后有柳神那等人物 一瞬间 十号想到了很多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联想到魔女所说 该交只是为针对补天教等而下界 与下界其他生灵无关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难道这在上谷就埋下的杀局 是捷天教的主人设下的 以此推论的话 魔女也不应该得知 除非他身份超然的惊人 亦是来自上界 与那可怕的人物有关 你该不会是上界某位大人物的幼女吧 而今只是进入下界历练 十号眸光深邃 静静地看着他 少年 你想多了 我喜欢的人在上界而已 魔女云淡风轻 他的话让人难以判断真假 而且转移话题 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月蝉仙子确实为上界的一位贵女 而且身份远超你的想象 透露出去的话 会惊天动地 十号面色平静 没有说什么 魔女却笑了起来 以洁白的束手 拖起月蝉的下巴 像是个女流氓般调戏 道 姐姐真是明媚靓丽 我见尤莲 而后 她转身问十号 取笑她 为什么还没有洞房 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非常希望月蝉仙子倒霉 我准备慢慢调教 十号的脸皮 那是相当的厚 探到这个问题 脸部红心不跳 一副很有心得的样子 还是让我来帮你调教吧 看 连茶水都不给送 这可不是一个好仙子 太过拘奥了 魔女卫走 与十号相商各种事宜 要进行合作 她推测了上界可能要寻找的东西 也谈及了至尊殿堂的传承如何重要 一定要得到 也说到了此界有成真神的神物 更提到了其他一些秘星 两日后 在她与十号讨论时 月蝉仙子鸟鸟挪挪 已经开始在此奉茶 出臣而灵动 这都是魔女的功劳 比之十号更具有威慑性 让月蝉仙子忌惮 还真是怕她乱来 魔女得意 道 这才是开始而已 一会儿帮我捏捏肩 十号邪逆她 道 你是不是男扮女装啊 为何跟我抢侍女 要捏肩也是为我啊 我这不是在帮你调教吗 魔女笑嘻嘻 魂不在意 不用 我自己来 月蝉站在我的身后 别过去 十号不满地咕弄道 月蝉仙子磨牙 眸子中光辉点点 这两日 她虽然看起来依旧圣洁与淡定 可那心早就波澜起伏 很想与魔女死战到底 若是让她选择 宁可去为十号捏肩 也不会向魔女低头与妥协 看着这个对手 她恨得牙根都痒痒 她脸部轻移 修长玉体摆动 曲线毕成 来到十号身后 站在这里 与魔女相对 第零四七七章 养成 翠竹成片 绿意浓浓 逐色雅致 散发草木清香 一张以竹条编成的躺椅上 十号闭着眼睛阳躺 在旁边的石桌上 一杯茶香气鸟鸟 清清心神 在她的身后 一个血液女子 发丝乌黑光亮如绸缎 洁白机体流淌光泽 带眉弯弯 毛子漆黑点点 一双偶臂晶莹 以束手帮她捏肩 正是月缠仙子 仙手清零 不断按下 有一种特别的节奏 充满了美感 简单的动作 像是运有一种道运 十号很放松 茶香样开始 伴着少女的体香 如蓝四射 传入口鼻间 让她越发宁静与空鸣 魔女进攻数日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震慑住了补天娇的仙子 让她忌惮无比 生怕对手乱来 宁可服侍十号 也不远接近那个危险生物 这是皇宫内的一片竹园 清静而淡雅 有竹屋几座 十桌两张 目敦五六个 适合小气 短暂休养心神 茶香悠悠 十号半眯着眼睛 她一直在私存魔女的话 究竟可信度有多高 在这大劫来临 天地变局前 她的话都不能全信 魔女非常危险 她所说的话 跟根本不可信 同为不朽的大教 与上界有关 截天叫怎么可能只是为了义气之争 月缠声音很柔很低 怕引起远方宫殿中那个对手的感应 而被察觉 她小心谨慎 轻轻地对十号低语 难道我还能信你吗 十号睁开眼睛 清秀的脸上样起微笑 看起来很灿烂 洒脱中带着自信 若是与她合作 的确还不如相信我 月缠仙子一身血衣 身子修长 曲线起伏 而且整个人灵动超尘 绝美的容颜上 眸子中闪烁异样光辉 她握紧雪白的拳头 不轻不重地为十号锤尖 发丝根根晶莹 有一种光泽 口齿吐气芬芳 清语道 她来自上界 身份高的下人 与你所说的话 有一半都是虚言 而你我虽然曾对立 但真就是真 假就是假 她最起码帮过我 有恩一直记在我心中 而你呢 一直跟我对立 率众围攻我 如何取舍判断 我还要考虑吗 十号审笑 这更说明了魔女的可怕 狡诈难测 早已布局 一些许好感换来最终的果实 只是想利用你而已 月蝉仙子稍微低下身来 以很轻的声音说道 金银发丝浮动 落在十号的脸颊上 有一种特别的倾向 十号阳躺在竹椅上 非常放松 以两根手指 缠绕住垂落下来的一缕光亮 而柔顺的绣发 不断摆弄 放在鼻端闻了闻 说这么多无用 最起码 我们是一只敌人 让我改变 去对付盟友 这不现实 十号摇头 看着他那张绝美而白皙的俏脸 笑了起来 道 除非 让我相信你 如果我们是一家人就可以了 月蝉仙子 被他这样缠弄秀发 本就已经很不自在 平日间 他雅结出尘 何曾与一个男子 这样亲近接触过 现在这样的露骨话语 让他洁白透亮的玉绒上 顿时出现一抹红霞 伸出玉手 去夺回那一柳秀发 想要倒退 看着那修长的手指 清零地拨他的手掌 十号心中异样 轻轻一带 拉着他那如温玉的袖手 将月蝉仙子 从主意背后带到了前方 我所说都是真的 跟魔女走得太近 最终会致命 她便像那阴素花 妖艳而梦幻 最终会引领你走向毁灭 月蝉说道 虽然被人抓在玉手 十分不适 但她还是轻女 无论是发丝还是身体 都有一股清香 扑鼻而来 笑意道 何必呢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 成为一家人 组长一直让我扛回去 一个娃娃娘 我觉得 你马马虎虎 最起码也是上街贵女啊 月蝉仙子脸色微红 听着这些话语 她实在有点无言 平日间谁敢这样对她乱语 根本就没有经历过 不过她到底不是常人 依旧能够镇定下来 清语道 事关生死 你可要慎重 魔女真的很可怕 她近在咫尺 肌肤白皙而富有弹性 美丽的不可芳物 真正是国色天香 十号半坐起来 眼睛半眯 看着她 道 你不用挑拨离间 说这些无意义 她探出左手 用力一揽 把握住了 竹椅旁月蝉的小蛮腰 一下子将她带起 侧坐在她的身上 引发她惊呼 月蝉仙子修有一种秘法 圣洁无瑕 可令人止步 不敢亵渎 而今虽然修为被封 但是那种气韵还在 对于一般人来说 她依旧显得很飘渺 出城而超然 不愿冒犯 只会敬重 然而 十号却不受影响 只将她当成一个女人 不曾有任何的敬意 我觉得 我们可以慢慢谈 你如果所说是真的 我们可以当做一家人来合作 十号调笑 她这样做 自然只是想将 平日高高在上的 补天教仙子 击落在凡尘 让她生出异样 不再那么高不可攀 扰乱其心绪 月蝉仙子躲避 然而那仙柔如蛇一般的腰之上 那只手臂有力而火热 紧紧地揽住了她 并且带向怀中 她丰满挺翘的臀部 早已伴坐在 竹椅上的十号身上 难以挣扎出去 顿时有些羞恼 先手扶向十号的双眼 可惜 她的修为被封 出手时虽然清零 不染人间烟火气 可是却没有任何威力 十号洒然一笑 直接张口 叼住了她的手指 你 月蝉仙子略微窘迫 向外用力抽 结果却没有能如意 近距离这般接触 如蓝四射的芬芳 涌入十号的口鼻间 看着她如羊枝玉般的 机体流动光泽 那美丽无瑕的精致面孔 就在眼前 十号心中一荡 情不自禁 用力收拢手臂 月蝉仙子轻呼 小蛮腰先后 被一双手臂还住 被带着扑倒 向十号的怀中 十号直接羊躺在竹椅上 那柔软晶硬的胶躯 则被洞服在了她的身上 青丝滑下 落在她的脸上很痒 那无黑发丝间 一张银白的角色 容颜露出 带着恼怒 生出红霞 看起来分外娇艳 心魔梦幻 红唇鲜艳 背齿如玉 十号鬼使神差 不自禁地张嘴迎了上去 封住了与那亮丽 而鲜红的唇 亲密合在一起 月蝉仙子脑中轰的一声 这太突然了 别说这样的亲密动作 就是语言相见时 都相隔着一段距离 今日这一切 颠覆了她以往的一切 呜呜 她挣扎时 却也觉得有种晕眩的感觉 这可恨的感觉 让她有些羞怒 以双手推拒 可水蛇般的腰肢 却被抱着 难以起身 十号很迷惑与沉醉 这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纯齿蛇相处 芬芳而动人 哎呀呀 你们真是放荡 朗朗乾坤 青天白日 居然这样肆无忌惮滚在一起 成何体统 远处 魔女一脸坏笑 轻盈地走来 她坐在远处的一张藤椅上 一副十分悠闲的样子 月蝉剧烈挣扎 终于站起身来 衣衫不整 由一个高高在上仙子 彻底跌落凡尘 胸部剧烈起伏 呼吸不平稳 这还是我认识的月蝉吗 魔女取笑 她最喜欢见到对手吃别 这样的情景 在她看来赏心悦目 疑人心神 十号坐起来 道 魔女你是不是极度羡慕恨啊 不会吧 这么快就懂得疼媳妇了 魔女笑得很灿烂 我们在聊人生 一同顿悟了 你这样搅扰 十分不厚道 十号意正言辞 月蝉磨牙 站在主以后 直接捶了十号几拳 可惜根本无用 没有法力在身 怎能伤到了十号的宝体 不知道为何 她更想对付魔女 不愿她出现在眼前 最不想在这种关头相见 这实在是尴尬与羞愤 兮兮 与补天娇的仙子共务人生 真是逍遥快哉 魔女笑嘻嘻地说道 那是当然 不过这是我们自家的事 你别破坏 十号邪逆她 而后转头对月蝉仙子 道 不用理会她 她这样说 你我能少肉吗 月蝉十分想揍她乘武眼轻 努力平静下来 迎白而美丽的玉蓉 渐渐恢复淡定 拢了拢秀发 冷笑了一声 道 魔女 别以为我不知你包藏祸心 你是在利用小时 这才多久 便清热地称呼为小时了 我们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开始懂得忽悠秦王了 不过这也太明显了 肯定不是真心 魔女摇头 好争以侠 又开口道 我与她是合作关系 认真来说 或许更密切 接着 她语不惊人死不休 道 我在实行少男养成计划 噗 十号喝进嘴里的茶水 都喷了出去 这魔女百无禁忌 什么都敢说 比她还生猛 最起码 她对身边的月蝉 也只是先影响 劲改变而已 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她潜力无尽 慢慢培养她长大 崛起 将来大劫结束 上街人在南下来时 让她扫出补天教 西方教等 魔女坦然说道 言称 这便是她的少男养成计划 月蝉仙子摇头 绝不相信 魔女对十号传音 道 此女非常不简单 一般情况下来说 她根本不可能被擒住 她的真实战力极度恐怖 最差也可戒破戒神父逃生 我怀疑她心怀不轨 想叹你的昆蓬法 要得到 你为何能这样迅猛崛起的秘密 十分危险 你要小心 十号毛子中神光流转 经过接触后 越发觉得 这两个女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谁的话都不能尽兴 她笑了笑 传音道 无妨 有人事后 赏心悦目 不是很好吗 假戏真做 娶个仙子当老婆 皆大欢喜 第零四七八章 禁忌存在下界 紫气东来 闪电交织 整座中央天宫都被淹没了 雷霆霍霍 令人震撼 若非神灵法阵守护 无论多么宏伟的巨功 都得化成结灰 金色符号流淌 将雷暴抵住 化解无形中 大殿中 十号浑身焦黑 跟一根木炭似的 她在研究酸泥宝术 操控号称功法 可排位在最前列的雷电 结果引发电芒乱舞 这是真正的天阶 太古凶兽的最强宝术 也是石国的镇国神通 威能无穷 远胜她早先 所得到一种法门 这些日子 她一直在研究 已经有了惊人的进展 但是想彻底雾透 炉火纯青 还需要时间去积淀 天宫内是最适合修行的地方 不仅元气充沛 更因为有神灵法阵守护 随便怎样是法 都不用担心毁掉这里 琵琶声响传来 石浩浑身骨节发响 身上的脱下一层老皮 焦黑进退 而经强大到她这等地步 自可以迅速恢复外伤 况且 天宫中有一个灵池 当中泉叶鼓鼓 对身体十分有益 石浩引灵泉冲洗身体 而后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 再次打坐了片刻 仔细揣摩雷道神通 春雷将至 我需进入云层 仔细去感悟天地自然中的雷道 如此才能迅速雾透 酸泥宝树 十号自语 同时 她也想去获取一种大机缘 雷霆中不仅有毁灭的力量 易郁郁勃勃生机 当中有雷结叶 价值连城 当年 在补天教时 一滴雷结叶就号称瑰宝 而雷霆中 每次都会出现一蛙 若是能得到 可以洗礼肉身 增进道衡 妙用无穷 不过 那种东西十分稀有 很难捕捉到 修为高的人也很难得到 因为那时雷霆之力会随之暴涨 当她结束修行后 月蝉步入 雪衣仙尘不染 灵动而超然 她美丽地如同画卷中走出的人物 手托一个玉盘 上面有一杯香鸣 若是外人得知 补天教的仙子 这样侍候一个男子 一定会觉得疯了 这种事情怎能发生 过于梦幻 魔女已经离去数日 认为天地即将大变 有惊天动地的事要发生 她去做准备了 月蝉仙子递来一块雪白的毛巾 很是顺从 真像一个合格的侍女 立身在旁 当然 骨子里她是高傲的 不可能屈服 而今只是形势所迫 面对这个强势的少年 她有些抗不住 从来没有人敢对她这般无礼 但而今形势比人强 作为俘虏 她若是激烈反抗 可能会吃更大的亏 喝下一杯香鸣 十号放下剔透的玉杯 回头看着站在身边的绝代佳人 微微一笑 道 你在我身边 是想得到昆蓬法吗 空灵若先 飘渺出尘的月蝉 闻眼眉眸眨洞 张开鲜艳的红唇 刚要说什么 便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啪 因为 在其风马而挺翘的臀上 一只可恶的手掌拍落 并停留在上 这种亵渎 让她愤懑 满脸通红 这种神情 若是被外界看到 一定会目瞪口呆 从未有过 月蝉仙子一御手去拍那 还停留在翘臀上的手掌 真是太过分了 同时觉得身下火辣辣 被拍得很痛而麻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不该出现在一个仙子身上 十号并未收回手掌 依旧抚在上面 同时眸子发光 射出两道惊人的神芒 没入月蝉的眉心中 她有意如此 惊扰补天教的仙子 让她刹那分神 而后利用这机会 要一探她的石海 窥探其本心 月蝉仙子身不能动 遭遇偷袭 星田顿时一阵恍惚 竟被得手了 她神念强大 不可能全被禁锢住 若真的闯进其神石海内 必然要遭到她的权力反击 不过这一次 十号突破了进去 毫无疑问 捕天教仙子的石海 绝对是一片境地 有今天的秘密 除却其本心来历 还有捕天树 真龙宝树等 任何一种秘密泄露出去 都是一场浩瀚波澜 成功了 十号惊喜 竟如此顺利 忽然 她变色 在石海前方 看到了一对金色的巨门 紧紧地关闭着 难以开启 这才是根本所在 早先突破进来的区域 没有多少价值 这才是最神圣之地 为月蝉仙子的圣洁禁区 金色的巨门 怎么有神灵的气息 十号相当的震惊 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种浩然的力量守护 让她谨慎了起来 十号上前 用力推那对金色的门户 果然十分牢固 肩不可摧 镇守住了所有的秘密 给我开 十号发力 神石化成的小人 施展昆蓬法 硬汉那对门户 轰隆 终于 金色门户摇动 竟被她推开了一道缝隙 顿时间 有一股神圣的金色力量涌了出来 十分浩大 她预感到不太妙 这是对方的石海 月蝉在主场作战 占据了无尽的优势 她若是强闯进去 也许会有危险 因为 现在不是突袭 对方肯定有了准备 这力量 十号吃惊 现在所感受到的 这股神念很强 有丝丝缕缕的神灵气息 金银光辉流转 她预感到 月蝉仙子绝对是 上界了不得的贵女 身份高得可怕吓人 这可能是有人守护其原神 在其石海中留下的力量 不对 又像是她自己诞生出的力量 到底得到过什么机缘 怎么有神灵的气息 很快 十号又变色 她再次推金色门户 让缝隙大了一些 向里面望去 在神圣的石海深处 金色海洋无尽 有一座无量仙宫悬浮 当中盘坐着一个女子 像是在沉睡 通体都是金色光彩 神圣无瑕 犹如真神一般 她虽然很朦胧 但是看起来无比的圣洁 体魄修长 完美到令人惊叹 不太对劲 十号心头一领 向后退去 任金色门户闭合 没有再强攻进去 霞光一闪 十号退了出来 回归本体 月缠失神片刻 也已经清醒 忍不住一声惊叫 因为翘臀上那只手还在 啪 十号在上面拍了一巴掌 这才倒退 盯着她看了又看 果然不简单 若非戏叹 还真会忽略什么 不过她并不惧怕 这样也没什么 一个绝代家人 在身边赏心悦目 并陶冶情操 算不得什么坏事 月缠仙子不说话 倒退出去 雪白晶莹的玉蓉上神色 变幻不定 真想将十号踩在脚下 可是现在办不到 月缠 我们时间紧迫 什么时候洞房啊 十号懒洋洋地问道 她觉得 不管对方有什么秘密 都可以从容应对 若是一步小心假戏成真 娶个仙子扛回石村 一定会引发惊叹 十海中有一尊女神 很怪啊 你在嘀咕什么 月缠问道 没啥 娶自己的仙子老婆 让女神哭去吧 来 仙子抱一抱 十号笑道 张开手臂 迎向前去 我去泡茶 这一次 月缠仙子无比清零 一个毛腰 躲避了出去 而后迈开一双修长的玉腿 快速逃出天宫 哼 十号畅快大笑 调戏一娇仙子 竟然这么有趣 咔嚓 突然 天地间一声爆炸声传来 一道巨大的雷电横空 撕开了整片仓穹 春雷来了吗 该去修行算你保数了 真知完美境 可这不是要推出我洞房花竹叶了吗 十号叹气 然而 马上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那闪电未免太豪瀚了 还在拉长 挤压满了天地 难道三教修士再次来攻 他等了很多天 都没见对方有动静 这也不太像 就在这时 出去了几日 在荒域中探查的小塔回归 从一条阴阳二气流转的通道中飞出 落在天宫内 有大哥的下来了 小塔到 上面的人物终于下界了 十号震惊 不错 我已经预感到血雨腥风 有震动千古的禁忌存在 要陨落了 小塔十分严肃 那是九色雷电 气息恐怖 竟伴着混沌气 压改苍穹 景象浩大的震慑人心 整片天雨都像是碎掉了 这雷电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是那种压抑并未消失 显然有人击穿戒壁 正在从另一届艰难的下来 要出现在荒域中 我们做什么 去清流什么 关键时刻 你们一起出手 十号问道 我们只是看血 小塔话语低沉 他知道 事情有多么严重 现在去夺造化 抢机缘 很有可能将自己搭进去 他通体发光 但却与大天地隔绝了 不使自身印记泄露 而后开启皇宫内的一座祖祭坛 以他监控天下 从这一点 就足可以看出小塔的逆天之处 随便在祭天上布置了一番 就能看遍荒域各地 寻找上街下来的人 第一站 他借祖祭坛 监控了火国黄东 而今那里 成为一片废墟 在这里九色雷电汹涌 苍穹破碎 一只巨大的脚掌 艰难地踏了下来 十号非常震撼 那脚掌也太大了 比云层都广阔 遮拢苍穹 踏着九色雷电 伴着无尽混沌物碍 神威盖世 冲着至尊神藏而来 小塔说道 十分肃穆 接着 画面再转 他开始查看另一地 正式要读 在要读数百里外的地方 有一座山谷 倒阴隆隆 天地轰鸣 混沌气澎湃 一株仙根在发光 伴着诵经声 这株东西要出世了 不知道要引来 何等的禁忌存在出手 这本是上界的第一神根 小塔更为严肃了 哄 刚说完 这天穷如玻璃般破碎 一只紫色大手探下 铺天盖地 笼罩着萌萌的混沌物碍 第零四七九章 上界大人物 大劫再次来临 谁也没有想到这么的突然 第二次变局开始 依照小塔所说 从上界下来十分艰难 这是天地规则的限制 也有上界各大道统的制约 强行下来 动辄就会死掉 在这种无情而严苛的大道规则下 修为低的人还好说 高身者受到的影响 则大道无边 针对对禁忌存在 与最强大的神奇更甚 用以保护下界的生灵 当实力超过某条线后 一旦离开这一界 再想回来疏为不易 需要以血和生命去补偿 才有可能成功 故此 便是禁忌存在 也不会轻易下界 他们承受的伪力难以想象 也只能从上古等到现在 待到天地有缺 大道轨迹偏移时 才抓住机会实现目的 咔嚓 祖祭坛上形成的镜面 传出震耳的声音 镜面模糊 而后直接炸碎 好强的力量 十号惊叹 他们与那火锅的距离十分遥远 凡人走上一生一世都到不了 可依旧透过祖祭坛 穿透来这样一股力量 这是无差别攻击 损毁所有监控法阵 不希望有任何生灵 见到他们的真身 小塔道 他重新布置 祖祭坛恢复古朴平静的样子 在上面出现一面透明的水洼 画成镜子 再次映现出现场的景象 九色雷电闪耀 苍穹裂开 一只巨大的脚掌 已经踏到了地面 让山河崩塌 顷刻间毁掉了一大片 十号亥然 透过祖祭坛观看 相隔无近远 可依旧感受到了那种 浩瀚与无上的威严 以及毁灭性的力量 这种神威太强了 荒语仿佛承受不住 那地面军裂 缝隙扩大 画成了峡谷与深渊 并且蔓延向远方 地下的岩浆汹涌而上 宛若世界末日来临 那威势不可阻挡 席卷四方 无尽原始山脉 都成为了废土 竟计存在 夏季而来 那种力量透出后 无与伦比 什么都阻挡不住 唯有它的真身全下来 才能稳定住一切 小塔道 十号露出一色 道 你语气低沉 似有无穷感慨啊 哄 天崩地裂 那是一个银色的生灵 巨大无比 崩碎苍穹 真正降临而下 浑身光芒惶惶 照耀九天十地 然而 却无法正视它的真容 过于明亮与璀璨 那种气息像是海啸 又若星河滚滚 浩荡荒域中 一尊人形生灵 除此之外 很难看到其他 不知它的长相 在其身上 银袍如金属 熠熠生辉 照耀青天 太强大了 十号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种的存在 也许唯有柳神 还有小塔发威时 才能立敌吧 不然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这种力量 十号露出忧色 道 若是这等人物 常驻不走 会怎样 小塔道 禁忌存在便是下来 在这一阶待的时间 也不会很长 否则会出大问题 而若是非要久留 必先自斩根基 从头再来 十号文言 心中一动 他想到了柳神 又看向小塔 并想到在虚神界 见到那的个混沌神盘 皆有缺啊 这一事 机会只有数次 相隔漫长岁月后 他们最多 也只能下来三四次而已 而后 不要再次等待了 又一尊生灵下来了 十号目光炯炯 深刻感受到了 上界教主的恐怖 这可不是下界的门法之主 而是真正的一个 道统的最高存在 活了漫长岁月 号称禁忌般的存在 闪电披舞 长空破碎 一个金色的身影出现 高耸入云 处理苍茫天地间 仿佛亘古长存 他一身金色长袍 头戴皇冠 毛子开合间 像是两轮大日在闪灭 恐怖气息滔天 可惜被混沌雾矮缭绕 也看不清真容 十号不得不叹 这像是开天辟地时代的众神之王 伴着混沌 根本就难以揣夺深浅 果然啊 这个家伙还活着 也下来了 小塔清语 那片地狱 山红爆发 岩浆汹涌 大地崩碎 景象惊人 犹若天地的生命到了尽头 在大破灭的景象中 火国皇都化成的废墟 摇摇欲坠 但竟未曾消失 那里隐约间 腾起阵阵烟霞 很是飘渺 终于 上界的大人物 稳固了神力 定住乾坤 让山红岩浆等止住 而后自身开始变小 出现在那废墟前 不过 那种威压九天的气息 依旧还在 犹若至高神 震慑天上地下 古今未来 嗯 这两个家伙活了漫长岁月 足够长了 但估计寿远也将近 故此第一时间下来 寻找传说 有中的机缘 而上次探好了位置 小塔到 一闪身 那两道身影消失 没入废墟中 突然 那苍穹上一挂银河青线下 白茫茫 照耀九天 也坠入那废墟间 这是一个生灵 没有形体 只是一道光而已 亦极度恐怖 哄 突然 那废墟中 一只巨大的爪子探出 拍碎了整片大地 茫茫无际 方圆数十万里 为之沉陷 一头龟 十号看清 那是一只巨大无边的龟 一击之下 苍茫天地为之而崩溃 唯一庆幸的是 天地中有道则压落 不允许这种 寂静力量出现在这一界 瓦解了那种波动 禁锢了浩瀚神能 背负至尊神藏的龟 难道那是真正的宝藏 十号精益 虽然心动 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它只能看系 那是天地中 最强巨头的对抗 这一界的生灵 去多少都没用 在那等存在弹指间 无尽生灵 都会成灰烬 假的 背后传来声音 十号回头 发现柳神出现 它依旧神秘而朦胧 被一簇又一簇光团围绕 每一道光团中 都四盘坐着一尊神明 对它鼎礼膜拜 无形间 有一种苍茫而幽远的 大道奥义扑面来 还有阵阵祭祀音 震动诸天星河 十号星喜 再次得见柳神 它尝出了一口气 不用担心什么了 哄 柳神话语刚落 祖祭坛上的画面就变了 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废墟中 剑气滔天 混沌气澎湃 第三杀阵 小塔惊呼 强大如他都震惊 感觉一阵悚然 因何而排名 十号动容的同时 心中充满好奇 对这等级数的存在 异常感兴趣 十分想了解 在柳神 小塔看来 形势严峻 那里杀伐器震骨朔惊 关乎上界与巴欲的未来 而在十号眼中 却更多的是惊奇 因为站的高度不同 柳神 小塔 神色肃穆 密切地关注 所谓第三杀阵 便是开天以来 上界第三强的大阵 小塔低于 说是第三 但不见得比前两种弱 这是开天辟地时的先天法阵 是自然诞生出的符文 被后世人得到了阵图 并非人为所创 故此强得难以想象 果然 那里皆为混沌剑气 绝非普通的杀意 伴着开天的力量 冲销而上 斩到了天外 并且雾矮朦胧 噗 那废墟下 有血光蹦践 汹涌到大地上来 柳神沉默 小塔庆幸 这个坑不是他跳了进去 而是坑了上界的禁忌存在 一役过后 明洞千古的禁忌人物 又有人陨落 不知这个极数的存在 是否都要凋零近了 小塔幸灾乐祸 十号只能看戏 连柳神都在观战 不愿沾惹进去 至尊神藏中到底有什么 十号询问 非常想知道 原始真解中篇 柳神答道 啊 十号大吃一惊 你所学为上篇 名为神隐 禁忌存在中 一些人都看过 故此对中篇很感兴趣 柳神道 神隐 十号第一次知晓 自己所得 不过是一篇而已 那中篇有什么名字 他认真请教 中篇名为超脱 柳神道 并告知 应是保存在至尊殿堂 外人一直想得到 却都失败了 那下篇呢 十号迫切地问道 从未有人见过下篇 原始真解同第三沙阵一样 同为开天辟地时的产物 天地孕育而成 并无人得到过下篇 柳神道 十号哑然 心中震撼莫名 上篇神隐 是柳神带到石村的 不然十号怎么可能见到 他一阵私存 并没有在当中 见到过深奥的大道 不过却有画符朽为神奇的力量 难道他没有雾头 十号醋眉 这样看来 他回头要去再认真研究一番 上篇你领悟的没有问题 机缘到了 总会得到的 柳神说了一句莫名的话 是 突然 天地轰鸣 在那北海中 一杆大几藤起 带着滔天的沙伐器 震动古今 滑破长空 冲向大地 那是 天荒 太古十大兵器之一 十号经教 一眼认出 他曾在北海见到过 他断成了三节 但是组在一起 并没有一点衰败相 向嗜邪一方天地镇压而下 这感大几太可怕了 缭绕混沌器 镇压一切 杀伐器精古精 撼动苍天 进入废墟间 昆鹏 难道他还活着不成 连小塔都惊呼出声 十分的震撼 要知道 他当年曾跟十号一起进过昆鹏巢 探究过那里的秘密 十号同样震惊 今日之事超出想象 连昆鹏的法器都出现了 直接镇压进那废墟下的神藏中 像是有滔天大恨 扑的一声 血光一闪 从地下窜上来 银色血液十分璀璨 分外耀眼 第零四八零章 上界巨头之战 昆鹏还活着 想到这一可能 不光是十号发呆 就是小塔也择舌 柳神异神色凝重无比 那绝对是一位盖世强者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便是上界的巨头下来 都可能要吃大亏与遭捡 不对 只是一缕残念而已 是那天荒大己 自己携神威而来 小塔说道 轰的一声 乱石崩鱼 大己积碎废墟 迅速冲出 并没有在这里多停留 那几刃上 粘着银血 触目惊心 将整体都染得一片银册森染 他破空而去 瞬息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地下冲起一道银色身影 几乎被力辟为两半 想脱困 结果那第三杀阵发威 混沌剑芒横扫 他惨叫一声 浑身皆伤 几乎被斩碎 再次坠落进去 天荒大己发动后 让这片法阵彻底复苏 更加恐怖了 混沌气澎湃 沙光滔天 让日月星辰都跟着站立 昆鹏好大的恨意 难道当年的陨落 与这几人有关 小塔自语 十号也有点发猛 这局难道是昆鹏做的 不应该啊 他死在了太古 残念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动作吧 而今也只是残念苏醒 想必马上就要溃散了 十号以前以为是捷天教所为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又不太像 难道是他 十号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折纸传的女子 还记得 他一血血下的苍凉 而七碗的话 只剩下我自己了 十号心头有点发毛 这种博弈很复杂 他根本猜不透 层次不够 哄 天地茫茫 废墟崩溃 混沌沸腾 这里成为一片朦胧之地 难以看清了 去看另一地 小塔控制祖祭坛 显化出要都爱的那座山谷 镜面刚一转换 就有一片刺目地光浮现 绚丽而惊人 那山谷茫茫一片 正在大战 并且由法阵破裂 第九沙阵 小塔心头一跳 一阵悚然 接连两地都显现了这种 在上界都可斩杀群神的法阵 十分恐怖 不过 这座沙阵比起第三沙阵 要差不少 好惨烈 这是要做什么 寄养那第一灵根吗 小塔控制祖祭坛 让他更清晰一些 那里正在大决战 混沌气弥漫 符文密布 密密麻麻 像是诸天星辰一般 每寸空间都是神符 流转无上伪力 十号一探 他当初所见到那上百座法阵 早就崩溃了 山谷放大 化成了方圆数十万里大小 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手段 以法阵拘进这么广袤的土地 培养一株灵根 而经那些神阵被破 大地恢复原状 不过 中心的有一座绝世沙阵 散发混沌气 应该就是小塔所说的第九沙阵 当中有几道人影厮杀 他们每一击都可以破碎数十万里土地 足以展落下星辰来 不过那种浩瀚莫测的力量 被沙阵束缚了 扑 一人陨落 被沙阵格杀 但是他却也因此而自爆 化出本体 并非人类 轰然一声 将法阵击开一道口子 然而 他爆碎的光与血 却没有溃散 迅速倒流 全都没入那片土地 而后中心处的灵根发光 像是在汲取无尽神力与精气 好狠 这是布下杀菊 坐等人来取灵根 而后展之 用以献祭给第一灵根 让他恢复当年的神性 柳神叹道 禁忌存在 结果成为了上界第一灵根的养料 这实在有点可悲 那方圆数十万里 本是荒域的神性所在地 能造出一些真神 结果都被第一灵根 将神性汲取走了 小塔道 神色凝重 毫无疑问 能掌握上界第一灵根 并将他移栽到此的人绝对强势 可怕的有些吓人 他有恃无恐 不怕别人取走 而且还在此开杀局 斩杀禁忌存在 不过 此阵已破 在里面厮杀 争夺第一个灵根的两人 先后向外冲来 并且一人出手 使那灵根渐渐离地而起 向外飞来 当 大中悠悠 震动天地 苍穹外一口道中飞来 降落而下 古朴而神秘 流淌无穷大道傲义 钟声震动荒域 像是可以逆着时间长河而上 与太古共鸣 与上古共振 拥有时间之力 该死的 他终于又出现了 小塔诅咒 便是柳神 也露出十分严肃的神色 一片涟漪扩散 看起来很轻柔 但是却影响时空的稳定 激向那两个人形的生灵 轰隆一声 山谷崩碎 数十万里山川成为飞灰 只有一株灵根 还有两大巨头在那里 别的都被毁掉了 这终好可怕 十号悚然 我若是没出现意外 哪轮地道他逞凶 小塔不服 这可不是道中在逞凶 而是驰掌他的人在催动 柳神道 显然 道中的主人 便是第一灵根的拥有者 已经现身 还想击杀一个巨头 用以激仰纳 第一灵根 两人自然大怒 各自施展大神通 对抗中波 向天杀去 不 一人的尖头血花飞溅 被中波突破进去 险些将半边身子震碎 道中与其掌控者的合力 至强无比 嗡的一声 苍穹上方 光芒在线 一个混沌盘 十分残缺 一缕缕物矮弥漫 急速冲来 撞向道中 这些家伙疯了吗 这样死战 不担心让此界崩溃吗 小塔变色 难道还真要开天 从头再来不成 那是因为 他们寿缘将近 都已焦急 而今皆需要低灵根 或者得到超脱篇 不然早晚见面 柳神道 当的一声 那混沌盘 与大中隔空对积 震动天地 最下方的两人 亮枪倒退 而道中与混沌盘 也惊颤不已 翻飞而去 咦 他祖母的 他也来了 被一个王八蛋掌控 小塔诅咒不已 那天地中 出现一座残塔 俯冲向大地 要将那第一灵根夺走 隐约间可见 塔中棲居着一个生灵 哄 道中飞回 并且最早争夺灵根的 那两大巨头也冲击 再次混战 争夺第一灵根 这里一片朦胧 混沌气爆发 成为灭绝之地 大战激烈无比 没有意外 还是要被道中的主人 取走 他不担心丢掉灵根 柳神一叹 果然 最终的结果是 那灵根自己飞向道中 因为在他的身上 缠有一条神链 任主而归 锁着灵根冲向天穷 其他人自然不甘心 全都出手 不 这个时候 一朵花绽放 道音轰鸣 脱离母体 直接破空而去 逃向九天外 这个结果 出乎道中主人的预料 他被逼显化出真身 一手持大钟 禁锢那第一灵根 另一手探出 延展上万里 抓向天际 不过 这注定会遇到阻击 难有收获 其他人一起攻击他 猛烈出手 吃 突然 在九霄上出现波动 早有一个女子盘坐 等在那里 古朴灰衣遮体 可却风华绝带 鲜言无双 她的眸子发光 开辟出一条可怕的通道 再演混沌世界 令诉天地 将那朵逃走的花禁锢 捉到了手中 众统者 上古不败的神话 那位女天交现身 十号发呆 她居然这么大胆 敢跟上界巨头争锋 虎口夺食 超出想象 十号知道她强 但是却不认为 她能与上界巨头决战 这有点离谱 出乎她的预料 此女还太年轻 火候不足 多半要陨落了 小塔道 不对 柳神摇头 众统女浑身发光 整个人破碎虚空 直接在这一界消失 那里一片混乱 走不了 有人大喝 一只紫色的大手探出 跟着破碎虚空 抓向那众童女子 除此之外 还有人寄出神通 要将众童女子拘禁回来 更有人诵经 以皱纹之力沟通 欲跨界 直接出现在她身边 情况危急 然而就在这时 金银光泽点点 一只黑色的小纸船飘来 在虚空中横渡 挡在那里 抵住了那只大手 震散了那些神通宇宙语 是她 是她 十号一声怪叫 折指船的女子出现 一只小船挡在那里 横断万古英雄 竟有一种 唯我独尊之的大事 哄 天地暴动 那里乱了 所有人都出手 有弓相道中的 有追击众童女子的 展开了一场大混战 走 该出手了 柳神一闪而灭 从皇宫内消失 小塔咬牙 化成一道光 穿入虚空中 跟了下去 他们两个一走 无人主持祖祭坛 那些画面顿时消失 必须那个极数的存在 主导才行 不然祭坛 难以监控那么远的距离 十号作牙花子 干着急没有办法 他不可能跟去 可现在想观战也都不能了 怎么能这样 十号无奈 走来走去 几次尝试 都无法再现那些画面 他站在皇宫一座高台上 眺望远方 希望能从天地乱象中 看出一些端倪 啊 还有大人物 十号头皮发麻 真的有所绝 因为远空有通天洞地的神光 笼罩茫茫石国大地 他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老人 一路持行 口中喃喃有词 在哪里 我要找的东西在何方 他满头灰发 毛子空洞 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直接从皇宫上方而去 那种庞大的气场 震撼人心 远方一片大山挡住去路 他一冲而过 刨袖碰到山峰后 那成片的山脉 都成为了结灰 这是什么人 十号心头狂跳 半个时辰后 一个老狱出现 手中提着一个药篓 自语道 你们争夺神圣之物 我采摘人间大药 他边说边一路飞行 探出一只手 将一只蜘蛛捉住 扔进药篓中 十号心惊肉跳 那蜘蛛分明是 魔灵狐的一位尊者 不知已何手段 逃过了上次的大劫 结果现在却被捉住了 十号身体有点发凉 尊者被捉去炼药 而且这两个怪人 都是从十国皇宫上方 飞过的 多半将这里 也当成了药园子 只是没有发现 成熟的药草而已 这个牢笼已被踩进 该去剩下的七个监牢了 老于自语 破戒而去